大家好 今天是9月26日 星期二 先說回市 Kelvin 不是Kelvin 是 留點錢等16800 先進 OK的 昨天跟大家分享過市的情況 17573 上次的低位 今天就跌穿了 想跟大家分享少少少 今天 看市場的感覺 看看 這次的感覺 對還是錯 今天3點後 市場 對穿了 年來的低位 其實不是今3點 是在做之前的時間 也對穿過 不過那段時間 你看到是跌勢 加劇了 又是極短時間之內 因為我一下子 跌了下去 17000 好像三百 還是四百 總之那時候 跌了大概最多的時間 跌了大概是三百 四十九點 跌了下去 我看回分中圖 其實那段時間 成交量很大 不知道是否本身有很多 投資者 或者很多的衍生工具 是在17500點這個位置 一殺到那些牛仔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個情況下 成交量很大 但是 殺完那一轉之後 之後 你當我試過一下 是突然間 因為 可能那些 比較多的盤 殺完之後 就跌了下去 之後 之後又有一個反彈 而彈上來的時間 其實成交量 好像又OK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成交量 又好像 要有一點支持 其實簡單一點 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 我覺得有些人是反彈的 可能日快地甚至會不是反彈 是撈底的 所以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明天早段 明天早段 即是今晚美股未知什麼情況 但我自己預計 你當明天早段的時間 可能市場 有機會 有一個不錯的反彈 但多少 未必有很多 現在好像17400多 那你當可能 轉彈回去17600 17700 我覺得 是不難的 我意思是 反彈回去 應該是不難的 但是 要再 反彈高 真的要看看 究竟有沒有一些 可能 相對比較上是 你那些消息 支持市場 現在應該是難的 現在市場 目前路上 是 沒有什麼消息的 大家應該都 明白我的意思 因為市場 現在 又沒有消息 然後 又沒有什麼 太多的 憧慮 黃金周 又似乎 拆不起來 一會兒再和大家 講一下 一些 黃金周相關的消息 但是 整個市場 現在 我覺得 氣氛是幾悲的 好像 完全 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市場 是 差的 但是 又沒有什麼錢買 今天未試的時間 有些資金 去補儲 但是 既然市場 有反彈的時間 希望 打回D 多都不會 打回D 但是 打回D 大家是否搏 我建議 大家 有些好倉 或者 有些股份 稍微打一下 減一下 當然 這個是我自己 估算 估算 可能明天上了幾個時間 過市 可能有機會 有彈下 但是 收市後 或者是下午 回來 就不敢說 因為我覺得 市的底 其實 還是不理想 純粹是因為 一個 未試的時間 看到的資金 可能買回來 還有短線的反彈 到了下午 看看A股 能否保留 如果A股能保留 的話 可能明天 可能有機會 打回 一兩天的貨 但是 大家想想 好不好 減一減倉 特別是 不是我 那些 我那些 叫做這一輪的推介 就是 517 196 883 11300 這些 不怕 先拿著 但是 其他股份 大家最好 減倉 對 我的股份 其實是 不太跟著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情況 那 我朋友問 525 其實剛剛說 一些 炒黃金洲概念 其實 你看到 是完全 炒不起 525 炒 我覺得 少了 我不敢完全說 沒有 但是 你看到 現在這一段的時間 這一類的板塊 炒風 好像很 很 炒不起來 所以 變成 少了 少了 還有 這次的情況 你看到很多股份 其實不是 單一個 的板塊 是很多的板塊 和黃金洲相關的 股份 都升不起 所以 變成 不要太大期望 不要太大期望 這就是 剛剛上說 一些黃金洲的情況 其實你看到 利靈這些 國家還敢插發 其實很可怕 不但不受到 黃金洲 加 這個 韓州奧運的支持 反而 國家不斷下沉底 這個情況 就是 利用消費 降級的概念 因為 很多的消費力 真的可能已經不太行 差很遠 所以 變成 一些比較高檔次的 非必需品 那個需求 是差的 你讓我當它是 所以 或者 看日本股 這些 狀況 經營情況 不太樂觀 甚至 業績 我覺得都會有機會 差 其實不止這個 因為之前 大家不知 有沒有印象 水災 我們沒有風災 水災 我想很多零售業 其實在那些地方 都會受到 不同程度的打擊 你看到啤酒也是 你看到 那些韓 今天八威未知都很厲害 最主要原因是 那些韓 暢談八威 覺得它會受 受累於疫情 受累於 這個 之前的時間 那個 水災的情況 變成不單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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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威 你好像 清碑 潤碑 都受到影響 所以 整件事 如果 炒到水板塊 不是那麼容易炒 貓眼 我都有點擔心 其實貓眼 看到它今天 股價 都曾經對過下去 我都有點擔心 不過 根據我自己做些功課 其實 看到我們的票房收入 這一段時間 不是特別好 因為真的 不是假期 真的差一點 但是 它有個別的戲 好像在那裡 學巴 那 那個 票房收入 在這段時間 不差 大概有六億左右 我覺得算不錯 當然其他 有些 新的戲 幾千萬票房 我想 那些 就 不過 變成了 關鍵 黃金周段的時間 那些 票房收益 有沒有很突飛萬中的情況 那 我就觀望 因為 我的購買入價 不高 那 我會再觀察一下 但是 至於另外那些 好像517這些 就不用 不用 不特別說了 除非大家有興趣 想再次多一些 但是517這些 都會長放的 總之 跌載 它有機會回一些 我都會加 現在 這隻東西 真的挺不怕 反而現在138 想跟大家 研究多些少 但138 昨天的運費價格 有和大家分享過 那 是回的 回的 今天就有趣 今天又反彈 今天又升上去 升幅 升幅就不算多 但是又好像 差不多這樣 我常常都怕 它有運費的價格 會再放下去 但是又沒有 那我又有彈 所以 暫時 先拿著 但是 加不加著 我會 視乎 未來這一個星期 即是未來這幾天 即3、4、5幾天的時間 那個價格 有沒有機會再彈高一點 因為現在 就算你有彈 也好 其實價格 不是算特別高的 而是 不過 跟之前比 可能你說 跟之前 最低的位 7千多元的價格 現在是2萬多 那麼 不過 都是那句 之前最高的時間 它說是10萬元以上 那現在 2萬多 不算是高的數字 但只不過 我持貨不多 還有 我也是 8個月左右買 現在都可以 先拿著 這樣的情況 至於其他股份 今天都 多移動股 很多移動股 那麼 騰訊就穿了 300元 收市價300元 騰訊我都不考慮 騰訊 是有點慘 不過 因為 至少你有減字的消息 怕 另外就是 大家會 可以說 整個科技工的板塊 行程都很頑皮 是的 但同學經濟 萬金度這麼高 反而你說 阿里 這一段時間 有個分散的衝景 所以它 可能會比較好 有一點 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要搏的話 你可以想想想的 可以想想想想 其他股份 看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剛好 突然間 忘記了 忘記了什麼問題 大致上 其實都是這樣 那 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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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說了 紅衣服 我覺得都不需要管 因為現在市場 擺了明顯然差 只不過就是說 就是说在跌市里面 大家怎样可以叫催急避空 我希望拿着 我家里的股份 就像517,196,883,138 希望他们的家都还可以顶得住 我有信心 大家都明白 很多时候 这些股份我真的经过自己研究 还有我也是有课 有一句自己研究了这么多东西 跟大家分享 自己也觉得投资信心一票 纯粹跟大家分享这些投资心得 看这些股份是安心的 我刚刚的节目也这么说 我一向都喜欢跳着我满满的赢 就是换不要紧的 其实换是换的 换是换的 只是有些股份 因为他们不动 甚至乎没有什么消息 没有什么波幅 没所谓的 最终是有钱赢 甚至乎有回报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东西 投资 投资是什么 你想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可以把资本增值 就是这种东西 简单说话 你想赢钱 你不是想拿刺激感 我需要一个刺激感 我要去入市 因为纯粹想追求那个 我叫我刺激的快感 我想炒股 我说不行 但是你要教清楚自己 第一 是不是这个人 第二 就是说 你现在有一个目的 我宁愿真的 就是战战战战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所以大家有时候 变回这些股份 不是建议大家 跟进我的图 但是可以的话 你不可能 找少许资金 买一些安全存的股份 放下 当是沙式 这样 这样的情况 好了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大家有问题的话 都欢迎大家 留言给我的 我们又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